大家好,我是聖童貞,新梨良 大家可以當今集是全消VS全呼音的下集 因為我今天想說的就是基督徒在報道會之後 很熱衷地踢你入會的儀式 有名決志信耶穌 決志信耶穌這個儀式多數是發生在報道會的時候 當台上的牧師都吹了水 而那些領司又唱了所有詩歌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你不認識他 但他又會扮到很親切的阿姨去進行 那個阿姨才會很親切地問你 喂,剛才你聽成怎樣? 然後就會再重複一次 剛才牧師剛剛才說完的福音內容 大概就是說你這個人會犯罪 所以需要耶穌打救你 如果你在這一刻不再適時拒絕阿姨的熱情的話 他就會強烈邀請你去跟他做一個決志祈禱 就像幼稚園小朋友那樣 他會說一句,你跟著他說一句的那種決志祈禱 而為了讓大家對決志祈禱有第一生的經歷 我邀請大家在這一刻都合上你的雙眼 我講一句,你跟我講一句去做這個祈禱 親愛的耶穌 我聖同精神尼良 承認我是個罪人 感謝你為我聖同精神尼良 我願意接受你成為我個人生命的救主 我願意接受你成為我個人生命的救主 奉主耶穌基督得聖的名字祈求 阿門 不知道大家剛才跟我做這個祈禱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你的身體有任何的異樣呢? 因為基督童就是相信 當你做了這個決志祈禱的時候 你就得到死了之後可以上天堂的入場券 所以我才會說 這個決志信耶穌的祈禱是一個儀式 當你跟著祈禱那一刻 就是你的人生的magical moment 你的人生將會完完全全360度 再180度的改變 大家不要誤會 我說的不是基督徒說的 死了之後可以上天堂的改變 而是說你仍然在生的時候 你的生活將會有重大的改變 因為當你打算呼善一下阿姨 跟他做個祈禱就搞定的時候 其實阿姨沒有跟你說 原來信耶穌還有一大堆的附帶條件 就好像基督徒不可以吃煙喝酒 基督徒不可以講粗口 基督徒還會當你已經入了會這樣 不斷積極鼓勵你多點看聖經 多點祈禱 就好像你每一早睡醒之後 和你會晚睡覺之前 最好都要看一下聖經 然後你吃會餐飯之前 最好都要祈禱一個謝飯圖 他們還會慢慢加你入教會的不同 WhatsApp Group 這個就是主要學的 Group 這個就是團體小組的 Group 這個就是提醒你要準時回崇拜的 Group 這樣說 決志信耶穌的祈禱 還不是改變你人生的儀式嗎 我又不知道大家剛才跟我祈禱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到一些奇怪的事 就是這個祈禱是我們向耶穌祈禱 但是同時我們也是用耶穌的名字去求和 這個祈禱的上款和下款 很神奇地都是用耶穌的名字 就好像自己跟自己說話一樣 還有 即使我們在參加教會的報道會之前 都聽過一下耶穌 但其實我們都是在做這個決志祈禱的時候 才跟耶穌有一些親密的接觸 那為什麼我們一開始就要用親愛的 那種金玉麻稱呼耶穌呢 雖然我知道 我們基督徒朋友 能夠有膽叫我們參加教會的報道會 已經是很不知醜 但其實我都頂不信他們這樣稱呼耶穌 講到他們好像跟耶穌很熟 只不過如果基督徒 真的覺得他們跟開口埋口都說愛的耶穌 這麼老有鬼鬼的話 他們就不會在以前走去支持奴隸制度 現在又走去打壓女性 以及歧視同性戀 另外 我又想問這個決志祈禱 是不是真的這麼神奇呢 是不是真的我祈一個土就可以令到我上到天堂呢 雖然我個人就不相信 死了之後是有天堂和地獄的存在 我只會說我不知道死了之後有些什麼 但我假設如果天堂真的存在的話 整件事有沒有太兒戲的太呢 就好像林鄭和湯放波那樣 他們都是基督徒 這樣說他們是不是祈過土就可以上到天堂呢 又或者一個基督徒很討厭的同性戀者 他做了決志祈禱之後 仍然是同性戀 那他的case又怎麽算呢 再或者好像我這樣 曾經是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 現在我已經公開宣佈了棄教 還要拍了影片去批判基督教 那我的case又怎麽算呢 其實如果要逐個個case去問怎麽算 我想即是問到香港獨立了都沒問完 不過如果你下次這麼不幸地 又被這個基督徒朋友抓去教會報道會 你不妨試試問一下和你祈禱的阿姨 問她說 其實我是一個同性戀者 那我跟你祈完討之後 我還能不能上到天堂呢 又或者你又可以問她 如果上到天堂我見到林鄭 那這個還算是天堂呢 我相信你這樣問的時候 一定可以帶給你不少的樂趣 而我亦都保證你的基督徒朋友 以後都不會再祝你去報道會了 我性同精神尼良 原意啊漏了句 同時也沒有 同時也沒有